十四,十三比二十一,二十一比十七勝出 西蒙桑多斯的世界排名是十八 Sugato是世界第五 现在比赛已经开始 穿蓝色球衣的是西蒙 穿红色球衣的是苏吉亚托 这个一球应该是调得稍微力道大一点 第一球其实双方面的这个拍数就来得稍微比较多一点 他们两人在其实在印尼的国内应该也都是对彼此 相当的熟悉了 当然是西蒙桑多斯他因为比较年长了 比较早出队 早了 出道早了三年 对 西蒙这个球是 应该算他一个非受获性的一个事物 其实这个球 西蒙桑多斯他攻击的这个力道也没有非常的重 是一个撤锋的一个出阶 对又是一个出阶让西蒙桑多得到这一分 在去年的四锦赛 在桑多斯曾经在第一轮遭遇到我国的许人 结果他是第一轮就一比二输掉了 对 他所以 可能那个时候应该是他的低潮 不过以他能够拿到新加坡宇宙公开赛的冠军 又打败球王 对那阵子他有一阵子不长 这个不短的时间是有一阵子很低潮的一个时候 非常漂亮的一个对角滑拍的一个切球 这是他的一个虚公球 也是一个错峰的一个刺距 今年Skiato最好的战绩应该是 今年一月在马来西亚的顶超赛事 拿到男子弹打的亚军 但是他也是输给李中伟 现在西蒙还是有一点 这个会受迫性的失误 这个失误多了一点 对西蒙在BWF世界与林的各项比赛当中 还从来没有输给Skiato过 所以对Skiato来讲 今天如果能够打败西蒙 对他来讲意义非凡 好漂亮的 这就是他的我们所说的攻击性的一个变化 7 2 他如果有这样的一些变化 甚至于来说 再多一点点的这个瞬间击跳 做一个滑拍的一个往前出力 接球还是顺劲打一两个长球 那有可能绕成对手 在他击跳的时候就无手失手 但是像我们昨天在看他在比赛当中 其实非常明显 就是他只要击跳就是攻击 而且攻击大部分不是很让对手意外的一个位置 所以对手在防守其实也没有很大的困难 但是只要他多一点变化 其实他的能力应该会是非常强的 所以苏吉亚托的确在他的球生涯当中 也许他还有一些顿悟或者是有一些贵人的指点 他才能够获得一些精进跟突破 这有时候即使是观念上的一个突破 这不是技术上的一个问题 谢谢 苏吉亚托现在是世界排名第五 在技术上当然是没有问题 而且他是这项赛会 目前今年澳洲超级球公开赛当中 顶尖的种子 就是因为前四大排名的选手 包括李宗伟 以及陈龙 还有约根森 都没有到 但是 还有一个林丹 对 我说我并不见得这四位选手到 比赛就一定精彩 最重要的是很多选手临场表现很好 包括像林丹这样的顶尖 好手他都来 而且林丹他是第一次来澳洲参加 澳洲宇宙公开赛 对 因为以前 其实林丹以前的这个澳洲公开赛 他是属于GP GO的一个比赛 黄金大奖赛 所以大部分林丹所选择的 就是超级系列的这个比赛 超级系列呢 一年有12战 12战的比赛 而且年中的 还有一个超级系列的总决赛 这12战超级系列赛当中 还有5战是属于属于顶超 对 顶级的超级 非常漂亮的一个防守 对 而且不断的调动 这一分的是西蒙用他的技巧 跟老道的经验拿到 突然一个往前的一个小球 在对方一波5比1的攻势之后呢 西蒙也连拿两分 这场比赛的赢家呢 要对决中国的林丹 或者田厚威的获胜的一方 对 林丹呢 稍后会迎战田厚威 田厚威 对 田厚威是 今年这场比赛的未冕者 不过他在准决赛碰到林丹 的确运气不算太好 但是他去年他的未冕 他去年其实他是打败中伟 对 所以李中伟也是因为 其实去年还是属于GPGO 但是李中伟非常难得能够参加这个GPGO的比赛 对 应该是受到大会的要求 对我们所谓GPGO就是所谓的黄金大奖赛 像下个月在台北小巨蛋举行的 就是属于国际语言的 对 所以也是属于GPGO啦 哦 漂亮 这个球 他是用了瞬间的一个批球的一个打法 但是这个打法也要冒了一点风险 就是因为你是在直线的一个批球 所以有可能很容易打出界 我们比较好奇的是下个月的 我们台北宇宙公开赛不晓得李中伟 还会不会再回来 希望他能够来台湾打球 这个要打听一下的 西蒙最近是有一波4比1的孔石 现在8比分呢 追成了仅仅落后两分 一度呢是落后5分的 哦 好球 但是Sukiato也手得非常好 这球又是出局让西蒙呢 展开了一波5比1的孔石 8 9 已经慢慢的把比分追上惊情 落后一分 两位都是印尼的选手 印尼的内战 刚好今年2014年澳洲宇宙公开赛的 南丹的四强准决赛 两组都是自家兄弟对决 另外一组的是由中国的林丹 迎战田后卫冕的选手 另外一组的是由 丹麦的 印尼的西蒙 迎战现在苏吉亚托 左红色上衣的就是苏吉亚托 左蓝色上衣的是西蒙 哦 漂亮 这很高亮的一个对角 大角度的杀球 而且用的是一个批杀 但是他取票的高度也会长得好 所以下来的这个球 非常的深 非常的力 让右手持拍的西蒙 面对这一季反手的旧球 也的确是要 难度上要增加了许多 这球应该是把球挑歪了 没有过往 有一点练势以 谨慎父亲的一个攻击 苏吉亚托 虽然有微服的领先 不过西蒙一直紧紧的追在后头 现在双方仅仅仅只有一分的差 刚刚是苏吉亚托漂亮的反手围攻 而且给对方一击 比较难伺候 可惜这球 可惜这球 刚刚西蒙把球打出了界外 苏吉亚托带着11比9领先的优势 进入了第一局的休息时段 苏吉亚托在第一局当中 虽然面临西蒙不断的紧追在后 但是他的攻势还是比较多一点 对 他的攻势比较多一点 但是西蒙就是刚开始 还有到后面这个阶段当中 他几个的非受破性失误 但是其实除了这几个非受破性失误的话 出现那当然西蒙 其实他们两个今天展现的 都还算是蛮相当稳定的 在第一局的前半段 双方总共花费了十分钟 西蒙有一波6比2的攻势 让比分是能够惊咬 西蒙最多是一度是落后五分 11 9 11 9 11 9现在是9比11 马上要由苏贾托继续来发球 哦 这个小球放得相当的不错 但是非常可惜没有过往 对 可惜没有过往 不错 刚刚西蒙是奋力的往前准备去救球 可惜一个反手拍过度的失误 11 0 这是双方在1比1平手之后 在第一局的第二度的平手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由苏吉亚拖领先 而且最多领先五分 可惜并没有收成 非常漂亮 对 一个往前非常高质量的二次动作 而且展现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手感 西蒙呢 在第一局的休息时段之后下半段呢 是一波3比0的攻势 在1比0领先之后呢 第一次取得领先 这个球角度很大 可是苏吉亚拖也被泛泛之辈 把球救得很漂亮 双方又在往前继续对峙 平平放小球 最终的是苏吉亚拖 靠着一记对角的杀球 拿下这个追平分 现在12比12 是第一局的第三度的平手 所以我们现在看 其实苏吉亚拖 他只要做对角的攻击 都很能够拿到分数的 一个手段 对角攻击 对角线攻击也是苏吉亚拖 他往往能够克敌 支撑最关键的武器 对 好球 时间被抓到了 那整个的起跳速度 时间都掌握得非常棒 这种西蒙这种瞬间发力 瞬间起跳进攻的这样的一个技术 的确也是苏吉亚拖 比较起来是稍微相形失色的一个地方 好 好 没有 好 应该是这球 应该算是失误球 是不是要挑战 没错 对 那个苏吉亚拖要挑战 对 苏吉亚拖确定要挑战 这个球刚刚速度非常的快 并不是能够用肉眼能够清楚辨识的 透过阴眼来做一个最终的仲裁 的确也是最好的方法 刚刚是苏吉亚拖在往前的一个重拍重扣 果然是出界没有问题 是 还有一段距离的一个出界 但是最主要是速度太快了 对 出界非常非常快 成功了 苏吉亚拖一场挑战 一场挑战 12 每位选手都有两次挑战的机会 那么如果挑战不成功的话 就要扣掉这个机会 因为苏吉亚拖刚刚挑战失败 所以他仅仅生一次挑战的机会 然后保险又是一个失误 15 12 现在因为连续的失误让西蒙呢 又是有一波三比零的攻势 这也是西蒙在这场比赛当中 领先最多的一刻 15比12 领先三分 刚刚我们特别谈到啊 西蒙虽然世界排名十八 不如她的队友 苏吉亚拖的世界排名十八 第五 但是过去两人交手两次都是由西蒙获成 当然她今天也是希望能够延续这样一个气势 这球是杀球 是界内球 对 让苏吉亚拖拿到这一分 也终止了西蒙这一波 三比零的攻势 又是一季 往前的一个四五六 最近是西蒙有一波四比零的攻势 现在比赛已经进入了 尤其对西蒙来讲 已经进入了关键时刻股 和关键分的能力 苏吉亚拖必须要想办法来 stop 来阻止西蒙 同样 那今天的这个 他把这个球戳得太高 但是戳得太高 你就必须要再更华力 但是他这几个球 连续有三个这样的一个戳王 都没有过王 非常可惜 这球出了界外 对 对 也终止了西蒙这一波五比一的故事 苏吉亚拖呢 在进入第一局下半之后呢 得分显得相当的零星 被西蒙整个是压制住 漂亮的一个贴着边线走的一个杀球 十几个 18-14 我们来看这球的总播画面 突然掉往这个角落地带 让苏吉亚拖应变不及 十八比十四了 在双方打成十二比十二平手之后呢 是西蒙展开一波六比二的攻势 又是一个出界 这段时间呢 是苏吉亚拖十五太多 这球应该算是西蒙的一次失误 把机会做给苏吉亚拖 对 这个球应该是苏吉亚拖晃得非常的贴旺 所以造成西蒙要把这个球挑起来 有很大的难度 这个球力量没抓到 对 其实西蒙仍然大意不得 因为仅仅领先三分 而且还没有取得局点 对苏吉亚拖来讲 他必须要阻止西蒙取得局点 连得三分是他最好的选择 哦 大角度的一个对角 对 因为这一季对角的杀球 让西蒙以二十比十六 率先取得了局点 而且马上有四个局点 所以 其实西蒙主要起跳攻击的话 他的得分效力是很高的 但是相对的 苏吉亚拖 他在这个攻击 其实整个攻击的力道 你会感觉到 苏吉亚拖来得比较刚 比较猛 但是 他的攻击得分效力 没有西蒙来得高 对 因为西蒙打出来的球路变化比较多 对 又是打对方的正中 还是造成对方防守的一个失误 最终的是21比16 西蒙呢 在一路落后的情况之下 最多落后有五分 最后是 在第一局的 后半段呢 是靠着一波 等于是 十二比五的攻势 逆转的战局 这段时间 西蒙是怎么做到的 他利用了苏吉亚拖 哪一些缺点能够 在第一局逆转拿下 哦 当然 其实西蒙 他也 不是利用什么 十几亚拖的这个缺点 其实 十几亚拖的这个缺点 倒还不多 他只是 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就是说 他的这个攻击的变化性太少 但是西蒙最主要的就是 他刚开始 失误稍微比较多了一点 也是一个自己的一个 会受迫性失误 但是 他到后半段当中 他修正了他自己的失误 而且 增加他的瞬间攻击 只要他瞬间攻击 起跳起来 他的得分能力 是很强的 所以 这也是到最后 西蒙第一局能够拿下来 最主要的原因 这也是他的关键 所以 之前我们也就知道 其实他们两个人 之前的两只教授 通通都是西蒙拿到的身体 所以能够拿到胜利 而且这次一局又能够把握 所以这也是西蒙对 其实应该是 他对苏吉亚托的这个球路上 已经掌握得非常清楚 好 我们现在回到了 比赛的现场看看 第一局一些精彩的情统回顾 穿蓝色球衣的是西蒙 而穿蓝色球衣的是苏吉亚托 两位都是一名的选手 这次您所收看的是 2014年澳洲羽球公开赛的 男子单打赌决赛 印尼的自家兄弟呢 被安排在准决赛 也是自家兄弟队的 而另外一组男子单打的准决赛 也是中国选手 内战 自由中国的林丹对决赛 对决赛 他的队友田后卫 而田后卫呢 是 衛冕者 第一局花费了20分钟 西蒙是21比20 拿下 第二局比赛刚刚开始 苏吉亚托呢 帅前拿下第一分 这个是 西蒙的对苏吉亚托的一技 直线杀球对准对方的反手派 果然造成效果 对 而且 其实西蒙还有一个特点 他的往前的变化 确实要比苏吉亚托来得多 来得好 我们在两个月前看西蒙跟李中伟 在新加坡宇宙公开赛的 男子单打的决赛 他就是靠着很往前的一些 很细腻的一些动作 牵制住李中伟 对 就是这样的一个手感 漂亮的一个角度 对 其实苏吉亚托就是需要这样的一个变化的球 对 不能一直不变 让对方觉得 我知道你要打哪里了 这样的话就 对 比较麻烦 谢谢 现在要由苏吉亚托来发球 做红色球衣 做蓝色球衣的是他的队友 他们在 哦 这个球是西蒙的一个瞬间华里 没有做好 对 这是2014年澳洲羽球公开赛 男子单打的准决赛 有两位印度舞选手自家兄弟队 很漂亮的一个进手球 对 当然 西蒙虽然做了漂亮的闪声 很快速的闪声 还是 没办法把这个球救到位 其实在 十几亚托他的攻击 他其实常常打的都是变线 都是对角 但是他很少做晋升 但是我打个晋升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战术 这个时候西蒙马上利用一具直线球 抢回一分 很漂亮的一个披萨 太可惜 最后的力量没有用出来 刚刚是 苏吉亚托是很漂亮的一个往前的小球 让西蒙没有办法把球救到位 苏吉亚托在去年的世界羽球锦标赛 男子单打的八强赛呢 是以0比2 苏吉亚大会的第一号种子 也是世界球王李中伟 所以他能够打进前八强 也证明他的世界排名 他的世界排名是世界第五 也的确能够打出他 反应他的世界排名 这球是漂亮的一个往前的对角 对 苏吉亚托呢 使尽全力 还是没有办法把球救进来 对 所以之前我们就有谈过了 就是我们可以再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观赏 这一场球 其实在整个西蒙在中间的这个位置上 他就站了比较久 而且 十几亚托他就比较在两边的这个奔跑 四脚前后奔跑 他又可能会跑得比较多 按照廖之前老师昨天的这个理论 谁能够在球场的中央支配对方 这样的一个打法这样的一个选手 往往就是获胜的一方 而且在场中主导对手 可能就是你消耗的体力也比较少 也比较少 确实啊 就是你让对手在跑 对 但是对手打过来的球 都比较让你容易去掌握 你大致上你就能够知道说 对手他要打的是哪个位置 所以你在移动上也不会比较慌张 出界 这也是一个 右边的一个受攻性的一个出界 这个有点像 我们要玩九宫格的游戏 我们一个圈一个插 我们第一次要落指的时候 一定要放在中央一样 谁掌握中央 谁就掌握了这个边界 这个球应该是个界内 对也是应该射锋的一个界内 不过Santozo他要提出挑战 他对这球现成的判决呢 觉得有点意外 因为他是最靠近 应该是界内 对果然不错 对 而且是应该是很明显的一个界内球 整个球是压在线上 所以这球是 要用苏甲做打架 而且西蒙的挑战是失败 非常好的 重户路线的攻击 而且一拍比一拍 更接近对手 一拍比一拍的距离更近 更有力 现在今天的追成值落后一分 谢谢 力量稍微小了 这是西蒙 没有把球处理 他原来是准备放往前的小球 可惜力道小了一些 对 让苏甲托拿下第八分 到目前为止呢 苏吉亚托是有一波三比零的攻势 也是这波三比零的攻势呢 取得到目前为止的一个领先 不过这球 立刻又被西蒙拿下 从球场赛来看 西蒙跟苏吉亚托应该交情不错 因为球场上的火药味 并没有很浓厚 如果说是一个世仇 往往在球场上是看得出一些火药味 对 其实西蒙的打球 他的态度一向都这样不温不火 比较少杀气 对 但是也是我们讲的就是 他缺少了一股 这个 在球场上射人的这个杀气 现在第三局打成了八比八平手 是第二局比赛的第三度的平手 这球应该是 双方好像拍子有短冰相接 是不是 好像有声音 没有 他这个球是 那个 Sukiato在往前在铺球的时候 那个西蒙打到这个球拍的牌框 所以并不是双方的 好可惜 这是一个会受惑性失误 9比9 9比9 裁判有一点在讲了 两个人这个花久的时间拖延的太久 对 这场球所以因为双方拖延 而且双方当然谁都想 打进决赛了 因为决赛的奖金太诱人了 有千台币有180万元 所以 在羽球比赛当中的这样的奖金 非常高的奖金 算是顶级的奖金了 这一球 当然西蒙商都说 救的也是没话说 这个角度比较大 应该是出去 这球放掉应该是明智的抉择 对 因为受冲锋的一个影响 对 所以可以放心的放掉 对 我们来看这个慢动作 应该很明显的 是出界球 瞬间的加速 对 也可以放掉了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 错风性的一个事物 10 10 1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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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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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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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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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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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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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效果 当然是一个直线的杀球 虽然是对准了苏吉亚托的正手派 但是苏吉亚托还是没有办法 把这个球救起来 已经是第六度的平手 在第二局当中 11比11 这个球再往前就被西蒙给抓住 所以西蒙现在12比11 又取得了领先 按照奖金的分配 打进准决赛 奖金已经是超过一万美元 一万零八百七十五美元 不过拿到冠军的话 单打的奖金是五万六千两百五千 那么亚军也有两万八千五百美元 这是澳洲宇宙公开赛的奖金分配 这球是很漂亮的 随球上网 然后对对方的一个扑杀 刚好是打到苏吉亚托的反手牌子 这一球是让苏吉亚托 救得不够漂亮 力道也没有完全的掌握好 让西蒙拿到第十三分 最近是西蒙有一波三比一的攻势 这个球西蒙想要做一个大对角的一个分球 但是非常可惜 力量有用到 但是角度没打起来 最终的是西蒙挂网收场 我们来看这一球的重破 一个快速的一个往前 很快速的一个先转 造成这个 西蒙挂网他往前要挑起来的这个角度 很难把这个球做很好的挑起 出戒还是一个后场的出戒 谢谢 往前的一个失误 尤其在第一局 他是联系三个往前失误 所以也是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打滑的失误 所以这样的话 今天西蒙挂在这种晃网的话 他不需要晃那么高 他想要晃的这个高度就是要更贴网 所以他必须不需要去跳那么高的一个 刚刚西蒙呢 就得非常漂亮而且 他在往前已经是虎视单单了 完全抓住了对方的球 抓住了他拍的过度球 对 就是这个球 但是做一个晋升 左边 右边的一个挤压 再造成后面的一个最后攻击的机会 在双方打成十三比十三 第八度平手之后呢 西蒙靠着一波四比零的攻势 现在已经以十七比十三 拥有四分的领先 来到了关键的阶段 除非 苏吉亚托在这个时候 能够连续得分 很重要 要不然不好打了 对一波五比零的攻势 西蒙靠近一五分领先 苏吉亚托 要拿下这一场应该是 基本上应该拿到百分之九十了 对 但是 这一球就是双方面最重要 关键的一球了 对 但是 苏吉亚托 他必须要设法把这一波给拿下来 有可惜 又是一个自己的一个 亏受迫性的一个挑球事物 那 当然这一局 这个事物 就应该注定这一场球 苏吉亚托 失败 会输得很重要的原因 对 救的也是没法做一用的 对 反而是 最终是一个斜线球 一个队角的小球 对 西蒙桑托索呢 拿下了 赛末点 二十比十三 而且有七个 赛末点 对 西蒙桑托索的世界排名十八 比苏吉亚托有一段距离 苏吉亚托是世界排名第五 刚刚我们讲过了 之前双方两次对峙的对战的都是世界排名较差的西蒙获胜 看来今天的战局也是延续上次的这个结果 对 其实西蒙本身其实以前也就是一个印尼非常出色的一个选手 但是他就是受制宜在陶贝克还有之前的这个索尼 但是他是属于应该是第三的一个身位的一个印尼尖手 那么最终靠着宿贾克的一个再次的失误呢 让西蒙呢是连去直路二 好ilities 更联事情 愿意 先说 亚烈 第三 咱 下一